上一期视频啊 跟我姐逛超市 咱说到一半 水果基本上都看过来了 这期咱看看蔬菜 齐堆看账本 咱一边走是一边瞧 这个通过水果 咱看出来了咱那东西可不赖 再看看蔬菜吧 打我一到日本我就特别郁闷了 然后咱们那芹菜特有味儿 而且特多 它这就这一根你看 这一根看见了 吃这么多完了你猜多少钱 这个是六块钱 所以每次吧 这叶子原来我在国内是不吃叶 现在把叶子也给吃了凉拌 其实叶子还挺好吃的 不怎么样 看看这国内的芹菜 刚才那我其实 看那个芹菜那个那个 西芹比较精细 这个本地普通的芹菜 这一根也不小 但是我觉得这两根吧 差不多这两根吧 有一斤 它这个一斤是2块3毛9 那旁边那3块9毛9 是小白菜 这小白菜 小白菜是哪个 小白菜是这种的 对 对 这应该是小白菜 这是小白菜应该 对 这应该是小白菜 这是 小白菜 3块9毛9 这一斤 一斤 芹菜肯定是比日本便宜的 而且 这边的芹菜是确实是挺有味 挺好我觉得 芹菜榨汁喝特别好 这个菜啊 我刚才是拿眼看的了 都是估算的 这个区域是大葱小葱韭菜 我们看看价格 这大葱是一根是 五块钱吗 六块钱 两根的是十块钱 然后小葱 我看小葱是158 也是不到十块钱 大概七块钱很多 韭菜是六块钱 我买点韭菜不 家里有鸡蛋 可以鸡蛋炒韭菜 就这么多 你看看 五块钱 还行 现在主要汇率低 所以觉得特别法则 韭菜 这韭菜好像不太好 有点牢了 但是韭菜 我看多少钱一斤 韭菜3块5毛8 3块5毛8 菠菜4块5毛8 一斤 这一个我估计 没有一斤 差不多 回香 这有菠菜 菠菜是 4块5毛8一斤 你看他这琴才分香钱 5块9毛9一斤 回香7块9毛9 回香比较贵 昨天入福 我们家就包一斤包饺子 偷福饺子 二斤面 昨天就包的回香馅的饺子 这是回香 不知道日本有没有 现在这个菜现在 其实以前是比 都比以前贵点 但是还可以 还能接受 还可以 尤其天津的物价 在全国还是算 比较稳定 这是这个 超市的菜 一般没有农傲市场的菜 那个全 现在咱这儿的菜 不用说肯定没问题 这个秋葵 秋葵我得买点 秋葵也挺便宜的 秋葵差不多是4块钱 这么多 这生着吃就挺好 营养价值高 没注意看啊 这秋葵在这儿 秋葵 3块9毛9 3块9毛9 一盒 这一盒我看看是多少 3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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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这秋葵明显是 国内炒至这边多点啊 我跟你说 这就是那鲜姜嫩姜 就腌着吃啊 然后这个切成丝炒鸡肉 都特别好 这是10块钱 不到10块钱 9块钱这么多 可以吃好几顿 这鲜姜缺寒气的 买一个这个 这一个大的 这应该不是有鸡栽培的吧 这一个是5块钱 就是咱们的贵啊 下边这是白薯 红薯是20块钱 就这么几个 好 淡蒜 淡蒜 不知道什么是 宝菜蒜头 哦 估计是天津保底的 因为天津保底县的 六瓣七瓣的蒜 红皮的比较有名 所以这个呢 相对应该是贵点 它一袋有这么 五头蒜 五头蒜 一个小袋 这个 倒挺有意思是吧 然后你看看 它一袋呢 是2块9.89 7块9.8 这个 这个还有这个姜 这谁可把葱搁着 这个生 我没有鲜姜 不知道什么鲜姜 这个就是 也是保底本地的生姜 2块9毛9 2块9 一斤 这一袋 没有一斤 估计两三袋 三袋左右 这才能够一斤 阿姆他这蒜这么贵 口袋里撞蒜了 对 这个是 15块钱 这个大一点 10块钱这么一点 就这么一点 这是不是比你的又贵很多 这有没有一斤嘛 也就半斤嘛 是吧 10块钱 这是粉切啊 咱看看粉切 那个 这个是 海南浅排小凡切 有普通小凡切 反正色吧 有叫圣梅活的 都差不多 你看这个有 8块多 8块9毛留一斤 5块9毛留一斤 三色这个是6块9毛留一斤 还有这种 黄灯灯 这叫黄金小凡切 9块留一斤 这叫琥珀 确实挺好看的 琥珀 还有一个这个特别红特别颜色 甚至叫 几个酒饭先 我自己理解 是不是就做薛姓玛丽那个 小饭先 哼 哼哼哼 肥胸肥胸 听,鼎哼 这玩意儿以前都一队一队卖 这个是南瓜 这个变质 叫老丹 我都切好的 差不多都是一斤来的 这一片 这些鞋名是南瓜 分个的 一块九毛九 这冻瓜 九毛九 还有毛冻瓜 就是那种小冻瓜吧 这个是一块三 一块两毛吧 这都是一斤的重量 一般咱这现在吃买不了太大的 都一般买一斤左右 一斤到二斤吧 就是它这切豪的这个 也可以呢自己切完了去 先秤一下 这就是这个块 还有一种好点的板栗南瓜 比较干的比较甜 这个就是 你看它叫蓝享栗瓜 其实就是南瓜 这三块九毛九 一斤 这一个 这一个的话 大概吸得有三四斤 这一个呢就是 四斤就是四四十六块钱吧 这大喜狐 不知道日文叫吗 有没有这东西 两块钱一块九毛 这喜狐饱鸟 喜狐羊肉啊 老香 看到吗 这个 这也得有三四斤 这是南瓜 南瓜是二十九块钱一克 可以买个小南瓜 南瓜煮粥挺好的 它蒸的都不错 九十多块钱 就是五块钱 还行吧 这逐渐就看出来了吧 咱这东西还是种的比较多 这个白菜是一半白菜 还有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是一百块钱 五块钱多一点 这个是 十块钱 下边十块钱 买小的得了 五块钱就这么多白菜 买一个青笋 因为昨天在这买了一个就是鱼 就是炖好的鱼 中午吃中午饭 然后配一个鲜笋就行了 这个鲜笋是这么多 是15块钱 不到15块钱 我先回去了 然后你看看 咱们下一次再继续其他的吧 好吧 我是天井全哥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啊 请订阅我的频道 以免在人群中失散 这一共是3200块钱 3200块钱 差不多150左右 还行吗 青笋我就这样做就行了 搁点酱油 然后搁点那个花椒油 这个是鱼 我回去孤独一下 鱼小鹅开始吃饭了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 看看这些东西也不少了 看花多少钱 今天他在我活动 有好多东西都是我 216块4毛8 看看多少东西 216块4天 完事了啊 够完物了也 也饿了 吃点热的 看开吃点碗去 好 这样好吃的 去完超市吃牛肉面来了 这家牛肉面老火了 让我给破坏了 刚才放肚了 牛肉都让我给挑着吃 一个小的糖素带鱼 小菜 素食锦 一个虎皮蛋 一个小鸡肉丸子 再加上拉面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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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吧 而且味道极好啊 吃饱喝足了 回来商败 咱也是从业手 看了我劲儿在自己的店 美妈妹跟我姐在我的店里比一比东西 因为我做的局限性比较大 我只做新疆一个地方的产品 但是咱今天做这个视频的两个超市 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 有说服力的 不管从价格品种 还有品质各方面 但大伙也基本上看出来嘛 很意思 我怎么感觉我姐在那儿有点水上火热的意思 最起码咱们在这儿想吃嘛吃嘛 味点便宜点没打过酸吧 对吧 但是那边东西 你真得看出来够佳 不过话说回来了 咱也用可取的地方 人家那边干的 东西白饭的 透了 布局也合理 最值得学习 今天的视频拍得挺痛的 咱这样 咱也别一天盖面 以师助兴 咱都可以比一比 后来我叫我姐 咱姐着来 猜猜 咱整理 点击 侧